花江峡谷大桥建成通车 9月28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 大桥桥面距水面625米 高度超过北盘江第一桥近60米 成为新的世界第一高桥 大桥主桥跨近1420米 距山区桥梁跨近世界第一 可谓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花江大峡谷被称为地球裂缝 一桥飞架,天茧变坦途 大桥全长2890米 将两岸通行时间从原来的两个多小时 缩短到现在仅两分钟 这项伟大工程,事工难度极大 中国工程师们为全球山区桥梁建设 提供了中国方案 获得授权专利21项 多项技术成果纳入国家桥梁建设标准 在世界最高桥排行榜中 贵州包揽前三甲席位 在世界高桥白墙榜单中 贵州占据近半席位 被誉为桥梁建诺败奖的古斯塔夫·林德萨尔奖 贵州拿过四次 好的,各位 介绍了背景之后 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 壮观画面 625米高,1420米长 中国开通世界最高桥梁 花江大峡谷桥面 距地面625米 由此称为世界最高桥梁 周日,该桥正式通车 其建设工期之短令人惊讶 这座桥在距峡谷 625米的令人辉旋的高度 横跨而过 经过三年多的建设 中国正式开通了世界最高桥梁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位于南部贵州省的 花江峡谷大桥 于周日举行通车仪式 无人机画面显示 车辆正驶过 1420米长的青绿色悬锁 这座巨型大桥 极大缩短了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 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张应 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花江峡谷大桥的通车 将使两岸通行时间 从两小时缩短至两分钟 该桥将显著改善区域交通条件 并为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注入新动力 过去数十年来 中国持续大规模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 在多山的贵州省 此前已拥有世界最高桥梁 北盘江大桥 桥高565米 如今 花江峡谷大桥 以桥面距地面高度为依据 取代其成为世界最高桥梁 若仅考量借助结构高度 法国南部的米约高架桥 仍是世界最高桥梁 其桥塔顶端距地面343米 好的各位 报道就那么多 看来要德国人承认中国的优秀很难呢 你看他们的媒体还得把法国那座桥拉出来 把中国的桥梁比下去 另外对于仅三年多的建设时间 德国人心里是崩溃的 因为在德国绝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 我认为至少要花五倍的时间 也就是15至20年时间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网民评论吧 第一条评论 令人惊讶的并非中国的建设速度 而是德国的 继续往下 无论人们对中国持何种看法 这都令人印象深刻 可惜的是 这样的工程成就 在我们德国已不再乐见 即便有类似计划 也总有人立即反对 无论建造什么 都会遭到抵制 为反对而反对 我们看这个人跟帖说 反正也没人想引进中国专家 他们来了 会把我们这整个体系搞得一团糟 德国知识点评 大家别误解 这个人其实是讽刺德国 胡乱引进所谓专才 而没有引进中国工程师 就是说 他觉得应该开放中国工程师来德国 再往下 德国交通部长 曾该随同总理 去中国这个省份考察 看看那里的交通基础设施 如何以惊人速度发展 现代化并迈向未来 这令人震撼 相比之下 德国简直成了博物馆 实际上 德国早就落后于时代了 下一则 才三年工期 这个时间在我们德国 刚够收割德国自然保护联盟的 书面意见 这个人跟帖说 这正是问题所在 每当我看到德国节奏 或德国速度这种字眼 就知道肯定快不了 我们村里在新建的幼儿园 估计2030年前也见不成 现状就是这样 再往下 而在我们这儿 需要花十年时间 翻新一座莱茵河上的桥 对了 顺便问一句 德雷斯顿那座桥的残骸 清理完了吗 下一则 德国政府部门光是为了 你一份复合性别平等要求的 招标文件 就得花上三年时间 这个人苦逼的跟帖说 要是中间再换个性别 那耗时还得更久 德国知识补充 这个人也不完全开玩笑 因为在德国可以每12个月 更换一次性别 只需要去有关部门 填个表就可以了 再往下 要是放在宰门这儿 三年时间 连可能妨碍工程建设的 蛤蟆 蜥蜴 和蝙蝠 都还没数完呢 下一则 卡斯卢尔士规划了三十年 打了五年官司 招标搞了两年 第二座莱茵河大桥 才勉强开工 乔这效率 就这 还自称世界中心的最棒德国呢 呵呵呵 当然我指的是 如果预算还够用的话 继续往下 在德国 恐怕到这个世纪末 连规划审批程序都走不完 而且 还得时刻 提防着规划机制上 冒出一只绿蛤蟆 让所有努力 都前功尽弃 再往下 才三年时间 我再次被震撼到了 在德国 三十年都不够 前十年 耗在官僚程序 和检查 稀有昆虫之类的事情上 然后 很可能最先安装的构建 都已经坍塌了 再往下 现在 我总算明白 为什么中国人 会拒绝接手 重建 德雷斯顿 一北河 跨桥工程了 就为一周的工期 专门跑过来 根本不值得 德国知事补充 去年某天凌晨 东德名城 德雷斯顿一座桥 突然坍塌 索性 没有人员伤闻 我觉得它指的 就是这座桥 好的 我们再往下 或许 该让中国来帮我们 修缠基础设施 下一则 下一则 门面机场 到底建了多久来着 这位网友更加崩溃 他吐槽说 这方面 我们还是更胜一筹 2015年 横跨 艾姆斯河的 佛里森桥 严重受损 而这座桥 难以置信 只有56.5米长啊 十年后的今天 新桥已经建成了 虽然暂时 只供行人 和自行车通过 火车还得再等等 这种蜗牛速度 真是无人能及 朋友们 接下来几乎全是德国人 自己吐槽自己的评论 我们就不翻译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德国时代报的报道 全球最高大桥 在中国通车 经历三年施工 世界最高桥梁 正式通车 该桥横跨 中国贵州省的 花江峡谷 中国西南省份贵州 正式通车了 世界最高桥梁 花江峡谷大桥 据中国官方 通讯社新华社报道 从河床到桥面 高度达625米 接近中国最高建筑 632米的 上海中心大厦 这座悬索桥 主跨1420米 将使穿越花江峡谷的通行时间 从约两小时 缩短至几分钟 大桥建设历时三年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总投资超过20亿元人民币 约合2.4亿欧元 全球最高桥梁榜单前20座中 有18座位于中国境内 然而 由于高昂成本 此类巨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存在争议 中国部分地方政府负债累累 日益制约国家经济增长 贵州省正是中国负债最高的地区之一 德国知事点评 西方媒体的话语数 本来一个普通新闻 在结束的地方 硬是加上一些负面解读 这样一座桥 20亿人民币应该不算很昂贵吧 在德国 不仅建设时间可能15年以上 建设成本估计也要100亿人民币以上 也就是说 至少相当于中国建设时间5倍 它的建设成本也至少5倍以上 好的各位 报道很短 我们接着看看这家媒体的网民评论 我提醒一下 这是一家中间偏左的媒体 它的目标群体一般更为意识形态 估计有人又会谈到什么 中国没有民主啊 没有人权啊 工人们的工作条件恶劣啊 不考虑环保啊等等 好的 看第一条评论 无论我们对中国持何种观点 但只要看看 德国完成一个项目需要多久 就不得不让人感慨 继续往下 用三年时间 完成这样的巨型工程 确实非常短 在德国 这简直不可想象 我们连环境影响评估都还没完成呢 向中国人脱帽致敬 他们早已遥遥领先于我们 再往下 才三年 我们这儿光修上一个铁路寒冻 就要花三年 有没有 我们简直 迷失到了极点了 好 我们再往下 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究竟是如何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用大约2.4亿欧元 完成这个项目的 看看这个人跟帖吧 因为他们完全无视人类福祉和环境保护 下一则 令人印象深刻 希望这些建筑能维持一段时间 中国出现 都复杂工程这个词 可不是没有缘由的 继续往下 太震撼了 中国人在基建方面确实实力超群 令人敬佩 他们既有胆识又有行动力 在德国 这样的构想 光在绘图板上 就得折腾20年 最后很可能还是放弃 理由无非是 嗯 没必要 太贵 太危险 太蠢 万一出问题怎么办 再往下 三年 真的只用了三年 老师说 你们能确定不是30年吗 天哪 救救我们德国人吧 再往下 与其一味抱怨 我们这里存在的问题 不如提出需要改进的具体建议 抱怨谁都会 但针对问题 提出可行的改进方案 要困难得多 我要开个头 中国人曾经仔细观察我们的做法 并从我们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应该效仿这种做法 派遣专家前往中国 考察他们做得更好的方面 必定会带回重要的经验 当然 我相信 也会带回 让我们轻信 德国制度不同的认知 我们既要认清 自身优势 并接手 没有意识形态束缚 没有专制统治 拥有言论和行文自由 下一则 在德国 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大家不愿让出 这家花园的半寸土地 尽管他们日后 也很乐意使用规划中的高速公路 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我们究竟愿意在多大程度上 放弃那些 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的权利呢 继续往下 技术上 我们完全能做到 这毫无问题 但只要看看 他们对自然环境的介入程度 就明白 我们得花50年 而不是区区三年 光是各类评估报告 诉讼 市民听证会 西域迁徙 新一轮诉讼 因鸟类繁殖期导致的停工 再诉讼 示威活动 占领现场 清场诉讼 强制清场 对清场行动的上诉 等等等等 这些流程就要耗去47年 这才是问题所在 并非我们的工程技术不足 或借助公司能力欠缺 德国知识点评 有些德国人 还是很自信的 以为只要中国人 做得到的 他们德国人 也肯定能行 前面不是有个德国人说 是中国人 从他们那里学的吗 现在德国 也应该去中国取经 但又庆幸 德国有选举 有新闻自由 blablabla 好 再往下 该大桥 才花了大约 2.4亿欧元 这价钱 给我们德国 怕是刚购 规划阶段的费用 实际建成 恐怕得12年时间 外加100亿欧元 下一则 绝无可能 只花了2.4亿欧元 就算在中国也不可能 我不相信 请重新核实数据 德国知识补充 刚才我做了一下功课 花江峡谷大桥 花了22亿元人民币 大约2.65亿欧元 媒体报道说 这座大桥 花了超过20亿元人民币 但是这个读者 就是不愿意相信 好 继续往下 我1967年出生时 我们正就开始 规划绕镇公路 1992年 建了两座桥 却从未通车 2006年 这两座桥 又被拆出了 直到2023年 这条绕镇公路才真正建成 2008年3月 我去中国时 经过一座旧桥 等到2008年6月再去的时候 发现旧桥上方正在建造新桥 2009年3月 旧桥已消失 我们直接行驶在新桥上 下一则 民主进程确实耗时费力 有时甚至令人抓狂 但那些立刻指责德国政府部门的人 不妨扪心自问 是否真的愿意交换中国的制度 继续往下 即不说施工许可的审批时长 如果让我们的建筑工人 在中国那种劳动条件下干活 我们或许也能在这个时间内完成 另外 时代报的所谓记者们 应该去查查 制作桥建设过程中 究竟牺牲了多少工人 而不是总是不加核实 照搬中国通讯社的报道 好 再往下 真有意思 这里大多数人都在为中国欢呼雀跃 同时对我们国家哀叹连连 还毫不怀疑地相信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桥梁造价数据 关于中国负债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个事实 他们却刻意舍不见 我倒想看看这些软骨头们 要是像在中国那样 工作满十年 才享有五天带薪年假 加班没有加班费的话会怎么样 在中国 监管不善的建筑行业 约三分之一的工商事故 发生在危险岗位上 这又算什么呢 中国牛逼 德国完蛋 好 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 这恰恰体现了 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区别 更何况 中国公布的所有数据 是否准确 也值得商榷 顺便数据题外话 要是像见三峡时那样 遇到几个村子挡道 问都不问就直接清除了 德国确实有很多事情 做得不够好 但即便如此 我也绝不会认为 中国的政治体制 比德国更可取 好的 朋友们 果然啊 这家媒体的网民 都是文革那些意识形态 真的无可救药 好吧 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感谢大家